可以了好好吃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好 大家今天喝了嗎? 不對 大家今天有去哪裡玩嗎?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韓國的喝酒文化 根據網路統計 韓國成年男女 一年平均可以喝掉87瓶的燒酒 還有118瓶的啤酒 等於是一個星期會喝2-3次的酒 而這麼多種酒類 燒酒更是韓國人的最愛 到底 韓國人為什麼這麼愛喝燒酒呢 1.燒酒真的很便宜 在便利商店超市都可以買到燒酒 簡直是一個轉彎就可以得到它 而且燒酒一瓶價格也才1500韓幣 所以它幣不到40塊 不買不行啊 2.酒精濃度很高 燒酒的酒精濃度一般在13-20度左右 什麼幾度應該是很抽象啦 簡單來說就是一瓶燒酒 可以抵掉四瓶台啤的程度啦 便宜又容易醉 不喝燒酒要喝什麼呢 3.生活壓力好大 要買醉喝一波啦 剛才說到為何要追求容易醉呢 生長在台灣的我們 應該很難理解韓國人在壓力大什麼 老實說 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實說 韓國就是一個注重面子 和備份努力的社會 在家要尊重長輩 在學校又要尊重師長 還有學長姐 更有同儕之間的壓力 出社會還有前輩 主管天天盯著你 無論什麼事都要團體行動 跟別人不一樣 反而變成注目的焦點 所以在生活上有很多無形的壓力 所以這時候最快的解決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买醉 打喝一波啦 烧酒对韩国人而言 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像是下雨天失恋 快乐的迎新会 任何婚伤喜庆的场合 都可以来上一杯 反正就是找借口喝酒就对了 今天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韩国人最爱的烧酒品牌 Changmise Changchorong Changdei Changha 据说熟人最喜欢的是Changmise 福山人反而比较喜欢Changdei 在韩国如果要问人家酒量 通常会以烧酒来作为计算 像是你可以喝几瓶烧酒啊 或是你可以喝几杯烧酒 在韩国喝烧酒呢 也有很多Kusse 今天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 先把酒瓶摇一摇 让它产生漩涡 它会比较甜也比较好喝 接着伸出手肘 往下面打两下 打开 啊 对 没有甜甜的 说到烧酒呢 不得不提的还有 就是 它是韩国人最爱的国民喝法 在韩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烧皮的调制方法 其中韩国人最推荐的就是 今天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黄金比例的烧皮真的有这么好喝吗 韩国烧酒 好 太多 韩国来的啤酒 这边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喝之前呢先用汤匙搓一下 它会更好喝 赞 在韩国喝酒也是蛮讲究的 像是啤酒一定要配炸鸡 煎饼一定要配马格丽酒 就是韩国的米酒 而烧酒跟什么最搭呢 那就是 在韩国烧酒会拿来跟很多人要做混搭 因为在台湾找不到这些韩国饮料 所以我就找了几样台湾的饮料 来跟它做混搭 让我们mix一下看哪一种比较好喝 来到试喝时间了 我最期待的 今天呢准备了 在韩国呢 他们是用雪碧加烧酒调法 可是我觉得这样调太安全了 所以我硬要找一个台湾才有的饮料 另外一提 韩国人蛮不喜欢喝沙士的 所以我硬要调沙士 好我来试试看啰 要打一下 诶也是有烧皮的感觉 好像蛮厉害的 沙士味道太浓了 那个烧酒 完全没有烧酒的味道 完全没有什么酒精 还是我酒加的不够多 好像蛮厉害的 喝一波 诶好喝好喝好喝 烧酒味道也有 沙士也有了 这个可以 接下来试看看巧克力牛奶 我们要用1比1 用这个烧酒杯的1比1来调看看 一杯 哇我好像bartender喔 帅 啦啦哀哟 这没有气随便拿一下就好了 再舔一舔 嗯 太好喝了 很好喝 这个好好喝喔 我喜欢 好了 真好 怎么一直在那边好好喝 好好喝 对 只是会有时候少 少朋友吗 好好喝 我们讲一下 喝起来跟那个 被擦里的那个奶酒一抹一样 然后牛奶比较 因为巧克力牛奶很甜 烧酒加进去之后 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甜 然后它的奶味其实也没有那么重 我觉得很好喝耶 我还想要再喝一口 算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下一种吧 美中部落客的姿势 美中部落客的姿势 看起来比较像中邪的姿势 我要介绍大家一个懒人的喝法 不用杯子 你不用洗杯子 直接打开 喝掉一半 再喝一点 嗯再喝一样 又要加很多酒 呀 加进去哦 又变成一个全新的养乐多了 这已经不是养乐多了好吗 完美耶 你看 也可以 一样也是没有那么甜的 然后加烧酒进去好像有一个 感觉比较像喝碱糖版的养乐多耶 但会醉哦 不要喝那么多 我现在有一点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几位同事来试试看看来 问他们一下看他们喜欢哪一种 好像被鸡排来了 你给我 全部喝掉吗 成功的 对 可以成功骗没啊 这个就是这个 XX 喝到XX XX 最近很红的 可以 好啦今天说完韩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喝烧酒 还把烧酒费了那么多台湾饮料 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收获了吧 如果你还有其他好喝的烧酒调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见啰 别忘了订阅啦 下次见 拜拜